不论男人多爱你,这三个习惯都不要惯着他,不然你会过得很苦 很多女人在选对象的时候,第一要求就是长得帅 如果再幽默一点,个子再高一点,肯定会扑上去 这对于没谈对象的女生来说诱惑很大 但只要是尝过爱情的痛苦的女人,是不会轻易看上这样的男人 那么如果你到了圣女的年龄,不得不做出选择 即使你们在一起,你都要学会在婚姻里该怎么对待男人 不论男人多爱你,这三个习惯都不要惯着他,不然你会过得很苦 第一,习惯把你当保姆,男人总是喜欢自己的女人 什么都会,孩子会带,家务会做,会照顾老公,处理矛盾 而且还得有工作,男人的要求真的很多 但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做到,而且这些事情都是保姆来做的 而男人却让你做,自己完全不管,觉得这就是女人的职责 到了吃饭的时间,他习惯脏口就是你赶紧来做饭吧,肚子饿了 男人会觉得这样的女人贤惠,其实女人的贤惠不是体现在做饭上 尽管女人这样为这个家付出,最后得到一般不是老公的体谅 有时候他还会抛弃你,男人怎么会一直喜欢一个保姆 每天做饭洗衣带孩子,男人还会觉得你没用 干一点家务活就一直喊累 所以女人在做家务这方面,不要惯着男人 适当的让他也做,不要让他习惯把你当保姆 第二,习惯把你当兄弟 婚后生活是否融洽,也是需要技巧的 但是不能让老公把你当成他的兄弟相处 虽然这也是你们感情加深的一种办法 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 如果他把你当男人了,你可能会习惯性的去照顾他 本来是他来照顾你 如果反过来的话,男人会觉得你是倒贴 以后在他心里可能都没有要照顾你的想法 所以不要习惯当他的兄弟 你会缺少很多他照顾你的机会 如果这样的情况时间长了,感情会变淡的 第三,习惯花你的钱 男人可以花女人的钱 但是这也说明男人没本事 花钱还要花女人的 如果你习惯他花你的钱 那么男人就会慢慢变懒 讨厌上班,家里只能靠你一个人去支撑 刚开始他花钱,可能你觉得没什么 但男人通病就是没有节制 第一次和你要钱 你想都没想一下就给了 那么男人就会第二次和你要 直到把和你要钱当成一种习惯 你要知道男人如果把这当成一种习惯的话 接下来你的日子会很苦 你要出去挣钱了 所以你要及时阻止这种行为 不论男人多爱你 或者你多爱这个男人 这三个习惯也不要灌着他 不然你会过得很苦 反过来如果男人爱你的话 这些习惯他是不会有的 不论男人不足 甚至是io